8月16日,网传恒大部分高管年薪过千万,恒大回应称细无读 永年报显示,2022年,恒大集团董事级最高行政人员筹金总计为7995.2万元 其中,主席许家印薪酬为12.6万元 前总裁夏海军的薪资为2123万元,包括薪资0.7万元 读董刨金13.4万元和期权收入2108万元,无法兑现 对此,恒大回应称,按照香港财务会计规则 即便期权无法兑现,也需要按照期权发放时的评估价值分摊记录薪金 所以,年报所示,薪金并非高管真实收入 据了解,自2021年下半年爆雷以来,恒大便启动了机构精简 人员优化和大幅降薪的工作 其中,总部部门从31个精简至11个 总部管理人员从2176人精简至617人 总裁和常务副总裁级别月薪降至1万元,员工减少1.84万人